请往右 请往右转 兄妹合体互相学习 台中市长卢秀燕 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28号展开双城交流 包含经济发展 基础建设 还有永续环境等 都是讨论重点 其中台中购物节 和新北耶诞城 建制理念也展开对谈 品牌节庆活动 比如说新北好圣诞 也都是办的有声有色 全国大概是最大厂的 一个圣诞活动 台中真的做得很好 光购物节我们就比不上了 还有很多的大小建设 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 双城联手市长互相夸赞 市长卢秀燕 特别带领台中市府团队 到新北市参访 包含市民广场 府中地区都走一回 卢秀燕也大赞 五股工友市场 就像超市一样 干净整洁 新北很多市政也做得好 因为新北市政府 他在人口方面 他是龙头城市 那有很多的市政工作 做得很好 所以今天秀燕 特别带领我们的团队 到新北市来观摩来学习 新北市长侯友宜 同时也大赞台中市 指出台中新北人口 共七百万人 是台湾人口三分之一 我们两市之间 很多地方可以互相观摩 互相学习 新北市一定有很多地方 要借鉴学习台中市的 城市之间的交流 不分你跟我 就像我们一家人 台中新北互相交流 也交换礼物 为城市发展和经济振兴 创造更多合作契机 TBS新闻 肖艺强 新北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